。 可是他為什麼要想殺八戒呢? 完了,Mikey看到八戒倒下了。 這八戒真的很好。 天雪啊。 出來一看,快去阻止。 Mikey的傷也很重啊。 料到了。 太帥了。 沒有人在乎你。 他媽媽算個,算個鼓勃啊。 Mikey-san。 Mikey。 但是壞壞的Mikey好帥。 你完全沒有改變。 醫護也完全沒有,雖然他也反手不穩。 出去看不要自责 医护应该知道他这肯定是单方面挨打 但是他还是要跟Mikey你死我亡 他是不是也是想赎罪呢 哦天呐别哭了 哦医护是不想有人背叛他 所以他去刺了巴吉恩了 哦他就是不想被抛弃他家他家里人以前就是其实算是抛弃他 打他他受不了背叛 但这也太 而且为什么哈马在打斗的时候一定要打电话给 我巴吉恩了 我都会跟你一起承担 哦巴吉他真的很好 所以他更受不了如果巴吉背叛他 但是巴吉也不想杀你啊 巴吉只想搞Kizaki不算背叛你啊 哦 因为他不想让医护死 哦 所以可能Tekimichi还是阻止了一些的就没有让他的那个伤那么重就像未来那么重 哦 你们快都和好哦 Mikey太难过了 他到最后也要也要保护医护吧 他要陪医护到最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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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护回头十按 为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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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要去干掉 你叫Ikisaki嗎 為什麼要自己懂自己啊 麻雞 為什麼呀 憋死 不是 這是什麼呀 真致死 不死 운筋身 而且 passport 雖然會危険 後方都握不動 為什麼衣服還要 是有什麼計劃 所以我們要殺一K再K你不要殺 對因為他知道Mikey肯定會同意的 拜祭真的很重視他嗎 拜祭 我真的不舒服 對他想一個人承擔 不是吧他應該不會真的就在這死了吧 他肯定後面還有戲份呢 他又讓麥奇看到就是他不是被一虎殺死的 真一郎 他其實也一直都很愧疚 就是他覺得真一郎那件事他有責任了 不是吧不是真的是吧 好可憐 好可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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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 不是的 不可能 肯定 肯定還能再阻止吧 別這樣 肯定還能再阻止 這男主到底能不能再穿越回家 天啊 如果巴子真的死了 我真的對他跟米奇到底有什麼用啊 如果巴子真的不會再阻止 他不會再阻止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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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玉兽是八季的吗 别人 好酸哦 就是她们一起许愿的吧 就是 别让我看这些 我不接受 她不会真死了吧 这也太不公平了 就是巴基才刚出场没几集 然后才刚开始喜欢她 然后她就这么快就已经下线了 为什么呀 我真的看不得她们以前就是一起就在一起的样子 以前她们那么好 然后现在就是这种各种决裂 然后呢 巴基一直都戴在身上那玉兽 然后里面还有张她们的合影 就就是她们几个人其实都是内心里都是最就是最重视的就是彼此了 但是却就是最后到这样的地步 决裂的决裂 然后呢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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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到麦奇就是看到那个欲收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麦奇的眼睛一直都是没有高光的嘛 就然后就犯起了那种涟漪的样子 我真的逗 那麦奇肯定很 麦奇肯定难过死了 麦奇肯定很 麦奇肯定很绝望了 就是麦奇的伙伴们都说就是我那一切都交给你了 麦奇肯定是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待的 而且巴基从武装上看到了真一郎的影子 我觉得就是他在死前看到这种走马灯 我觉得他心里罪孽感肯定也很重 就是这一郎的死在巴基身上 肯定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而从到尾巴基都是想跟一虎一起去承担这件事情 他当时就是抱住了一虎 一虎的这些伙伴肯定也都知道就是一虎的情况 就是他们都愿意去接受一虎去包容他 麦奇肯定也是一样的 而且最后就是一虎看了对护身符的时候 也开始掉眼泪了 我觉得他这回应该真的就彻底醒悟了吧 但是可能这就是 就是泰克密奇会如何改变这次的结果 因为就是这个护身符是从泰克密奇那里掉出来的 也是当时也是泰克密奇捡到的 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细节可能就改变了结果 就是麦奇可能就会停止去杀一虎 然后一虎可能也会改过自新 但我真的舍不得巴基就这样下场了 那东覆他就是有这个时间穿越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有人死的话 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死还是说还能再改变 所以我就一直没觉得就是东覆他会真的有那种 就是很刀的时刻 因为反正还可以再重来嘛 但是我真的阴谋了 东覆不能这样对我 就是当巴基站能站起来然后走下来的时候 我以为他已经就不会死了 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可能会死的那个可能性了 所以看到他拿刀的时候 我以为他就是已经可以再重新去干Kizaki了 没想到就是他还是 就是他知道自己还是会死 所以选择了自杀 完全没想到怎么会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